轮回小队被传送到地铁上 队员们暗暗吐槽 主神这次发什么神经 竟然让轮回小队直接曝光 周围的民众还以为是玩Postplay 就在这时 敌人已经出现 悬野和加藤意外进入了主神空间 在这里他们必须接受主神发出的任务 消灭那些潜伏在地球的外星生物 悬野等人 从一个蒙新太阳 逐步成长为可以担草包的战士 但是猪队友误入了隐藏地图 直接引出了一个满地棒 新手村还没毕业的小队惨遭出路 最后已剩三人 逃回了主神空间 现实世界中 却接连有人遭遇意外 这些人最后都重生在主神空间 另外一边 大明星年川却惊恐地发现 一个诡异的黑球 凸陷在他手上 凌乱的记忆让他不知道 自己做了什么事情 随着黑球上出现的细小文字 他的眼神再次变得空洞而又冷漠 黑球上显示的任务目标 赫然是悬野的恋人小岛 主神空间内 由于悬野记的强力 存活队员越来越多 悬野有个目标 就是攒够积分 让飞球上所有阵王的人员 全部复活 但是这天 他竟然遇见了已经阵王的加藤 加藤只是一脸冷漠地 向他打听主神空间的事情 回到空间后 悬野立马调出了阵王人员名单 但是加藤依然在名单上 就在众人一头误水时 主神再次发布任务 然而这次的任务并不一般 小队直接被投放在地铁上 他们从未在众目睽睽之下战斗 但是敌人却毫不顾忌 直接开枪扫射 煞时间地铁内就成了地狱一般 围观群众被扫成了马蜂窝 悬野等人顾忌平民 选择用战刀出击 悬野对上敌人的首领 打得难解难分 敌人力大无穷 身手敏捷 更可怕的是 仿佛拥有不死之身 普通的攻击难以造成致命的伤害 其他的队员更是被打得节节败退 就在队员们伤亡喊重时 几道人影有如神兵天将一般杀了过来 竟然是新加入的几名队员 但此时 几人仿佛突然从青铜变成了王者 坎瓜切菜 一般解决了这群飞鱼人喽啰 另外一边的 悬野和飞鱼人首领 更是打得天翻地覆 两人的战刀 甚至将地铁拦腰截断 看着远去的敌人 悬野的战役缓缓地冲衡 一个三级枪 猛然向敌人冲去 在他反应过来之前 将去扑倒一枪击决 发现年川竟然也出现在这里 此时的年川 已经彻底恢复了记忆 原来他和前面几个队友 都曾经是主神空间的资深队员 他们达到了层之后 选择清除记忆回归现实 但是现在 年川在主神的控制下 将敌人带回了这里 具体原因却不知晓 面对如此诡异的情况 募集了一百分的灵木和玄野 复活了加藤和西藏 重生的加藤告诉玄野 当初牵手观音向一战 他本来只是重伤 但是回归的最后一刻 被牵手干掉 此时外面那个加藤 应该就是牵手所化 此时年川告诉众人 他被牵手所杀时 小黑球已经落入了敌人手里 那么很可能敌人 已经拥有了进入主神空间的钥匙 忽然熟悉的音乐再次响起 主神竟然再次发布任务 而此次任务的目标 竟然是玄野的女友小岛 玄野确信自己的女友 不是外星人 为了保护女友 玄野率先传送到了小岛家里 只是伪装成加藤的牵手 也已杀岛 玄野只好带着小岛跑走 牵手紧随其后 然而跑出去没多远 两人就被赶来的队友堵住 为了保护女友 玄野不惜和队友决裂 此时陵木大叔两人也决定支持玄野 但是能成为资深者的 都是沙发混乱制的 年川的人竟然毫不犹豫地看 断后的青木被直接轰杀 跑跑的玄野在一个天台 被牵手堵住 逼不得已 玄野将小岛托付给陵木大叔 自己不是凌战牵手 然而一转身 玄野和小岛就被其他队员发现 玄野为了掩护小岛逃跑 也被打成重伤 另一边的玄野不疑牵手 后面的加藤及时赶到 时过境迁 两人再次联手对战牵手 然而就算两人心非惜 对战的结果也依然没有改变 牵手以强大的实力 引压了两位感觉 时间仿佛回到了过去 两人不断爆发 依旧被花式吊打 就在这时 七杖追逐着小岛跑过来 牵手抬手就是一枪 被玄野用身体挡住 但这依旧无法保护自己的爱人 牵手飞升而起 一刀斩杀了小岛 顺道回头一刀 结果了西杖 小岛挣扎着岛在玄野怀中 他的死亡意外着任务结束 玄野等人被传送回主神空间 但是此时 飞球却发出警报 还没等众人反应过来 旁边的山木就被一刀刺穿 原来牵手已经伪装成西杖的样子 混了进来 紧随其后的是大批的外星人 不用多说 两方人直接开展 面对面的射击 没有任何一个人后退 混战中 牵手将一只剩水样的东西 倒在黑球上 猛然间空间发生了巨大的爆炸 两方人马几乎伤亡殆尽 最后 玄野挣扎着一枪 占掉了牵手 终结了这场永无休闭 期间 未经许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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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得翻唱或使用